绘画不分国界 即便使用的工具不同 对美的追求是一致的 自幼酷爱绘画的中树人医师 曾担任中山医学院儿科医师 并于三军总医院担任心脏内科研究医师 数十年来在济世救人之余 也潜心艺术和文学 在艺文的领域里 中医师的嗜好是多元的 他从小学情 也爱好古典文学 造就他特有的文人气息 特别在绘画上 多年来深受中西名家熏陶 而能不断提升自我 在风景、人物及动物绘画的表现 都能呈现他融会中西的画风 无论是国画或西画 豪迈的大作或优雅的小品 都能看出其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特色 注重素描写生与色彩运用 可以说是各具优点 如果能够将中西化相辅相成 必可使作品达到一种崭新的美学境界 这也是中医师多年来努力的目标 十方新闻记者来依荣台北采访报道